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銀建署是主管台灣住宅政策的最高的主管機關 以及在8月26號當天 他們煞有其事地回了一封新聞稿 來告訴我們說 在做很多事情呢 他們會來實現台灣的居住正義 所以今天我們就第一場我們就特別找他們 我們要告訴他們 根本不是這回事 銀建署是負責台灣住宅政策的最高主管機關 同時他們在8月26號那天 我們認為他發了一封根本是文不對題 避重就輕 然後根本很不營養的新聞稿回應 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來這邊來警告他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台灣的住宅政策 搞成這樣子 他們難道不會愧疚嗎 他們一定是責務旁貸的 他們難道不會愧疚嗎 竟然還講出這樣的很奇怪荒謬的言論來回應我們 那特別我們其實要指出說 真正的關鍵是 銀建署名義上說真的是負責台灣的住宅政策 可是根本我們今天講 他根本就是建商署 他所有事情都是在配合建商 配合建商的炒作 所有的會議都在配合建商來開 所有決定都是幫建商著想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灣所有的住宅問題不能解決 台灣有一大堆的強拆破千 台灣的一些弱勢的問題都不能夠解決 他的社會住宅永遠都不會推動 他們只會做官商勾結的合宜住宅 這個就是銀建署 這個就是建商署 這個大家所聽過的 不管是航空城大埔淡海埔域 所有這些假建設之民行草地之實的計畫 全部都在後面這個地方審查的 每一個案子都在這裡審的 為什麼會這麼離譜 拿航空城為例 本來2009年的時候 徵收範圍不到一千公頃 就在這個銀建署的銀建署長 葉世文當銀建署長的時候 花了五年的時間 把他搞成三倍大 變成現在的三千多公頃的徵收範圍 他要做這件事情要誰配合 要都市計畫跟區域計畫委員會的配合 人是誰 就是蔡仁惠 如果你們記得 當時巴德合宜住宅必案爆發的時候 那位蔡仁惠 就是航空城都市計畫的審議委員 所以我們背後這個銀建署 在為一個產官學的共犯結構護航 來搶人民土地 炒作房子 讓人民救不起 讓人民被破千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絕對不冤枉他們 我們政府啊 對於航空城他這個假計畫 炒地皮才是真的 計畫是 大王區呢 號稱公共利益的第三跑道 客運量預期的不確定 原大王原定的二零二六年 才要興建的跑道 卻選址亦有爭議的東西 好 那他篡改國外的文獻 每百萬客運人次創造 兩百兩千個工作機會 變成兩千九百五十個工作機會 再據此計畫 定產專區住宅區範圍 那他的假剔除徵收的地方呢 有三塊錯處理的方式都不可以 都是騙人的 還有皮糖處理方式也是騙人的 他的審查呢 只是跑流程 都委會呢 淪為像皮皮章 人民的真情意見 沒有送審 又要送大會了 對人民的損害 對人民的權益 都是一種種種的打擊 再來 談何一宅 從 八德何一宅 弊案爆發以來 我們才發現 我們的政府 在 房產政策上面 有多麼的 多麼的 實質 何一宅 美其名為一個 為了人民的居住權 而興建的東西 竟然可以爆出這樣子的弊案來 八德何一宅 也是航空城所謂區外 區外安置方案的方案之一 最後呢 根本就是建商炒地皮的借口而已 首先 他說 他有在做 實價登陸 我們要跟他講的是說 大家知道嗎 銀建署推的實價登陸 根本只是做半套 就是說 他是去區段化 去識別化 根本不是像國外 像美國 像他們做的實價登陸 那樣的一個 那麼清楚 詳實的揭露 第二個事情 更重要的是 他的實價登陸的老半天 可是 建商炒作最厲害 最兇的預售屋 完全不用列入實價登陸 就是說他們根本是抓小 放大 第三個部分是 整個實價登陸 根本沒有做為實價瞌睡之用 這完全寫在 當時他們立法的條文裡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打臉 再來 他們跟我們講說什麼 他們十年內 要蓋三萬四千戶社會住宅 我們要跟他說 三萬四千戶是騙人的 他們真正承諾 要蓋的 只有一萬五千戶 那大家問 剩下的呢 剩下的他根本是隨便講 叫地方買單 自己就叫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台中等等 你們要認多少 就去認了 事實上那些地方政府會做嗎 誰會保證呢 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 三萬四千戶是騙人的 那我們再問說 如果照他們的速度 他們十年 蓋一萬五千戶 所以一年只蓋一千五百戶 可是幾年前 他們自己的調查報告告訴我們說 台灣未來需要超過三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所以用這個速度 我們認為他們要蓋兩百年才蓋得出來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現在要達到的目的 大概從清朝的嘉慶年間開始蓋 蓋到現在我們台灣就有超過三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所以這件事我要告訴大家 三萬四千戶是騙人的 當然 他們很認真 未來會租金補貼會發六萬五千戶 我們剛剛講說 六萬五千戶根本是海市聖樓 是什麼 是變行仇 我最簡單跟大家講一件事就好了 在2011年 馬一九要選舉前那一年 他為了選舉 那一年的租金補貼就暴增到四萬八千戶 可是隔年一選完之後 馬上就打扮 租金補貼就直接掉到兩萬四千戶 到這幾年就維持這樣子 所以他的租金補貼 對他而言根本是像個變形蟲 選舉的時候就會拉高一下 一選完的時候 就翻臉不認人不認帳 所以我們說 當然 因為他們的署長 搞出了官商勾結 被壓到了看守所 所以他們現在也講說 他們不再 不再新建合一住宅 這真的嗎 可是我告訴你 他們的講法是說 他們不再做 可是除了其他地方政府 像胡志強他要做怎麼辦 他不會有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上 我在問的是說 中央不做 可是地方做怎麼辦呢 他們其實完全不會針對這事情 做任何的政策上的表態 所以說我們覺得他也是騙人的 當然 台灣的租屋市場很多問題 台灣的租屋市場要認真發展 他們就回我們什麼 說他們已經認真在做租屋服務平台 我告訴大家 台灣有超過一百萬的空屋 台灣至少有三十萬到四十萬的弱勢家庭 有租屋的問題 可是他們的租屋平台 從去年以來推動一年以來 他們只成功達成了十四件 大家聽好 只有十四件 他們做了一年 只做了十四件的成績 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解決台灣的租屋問題 我覺得根本是個笑話 是個噴笑耶 所以答案 結論啊 營建署這個地方啊 真的是邀氣很重 他完全是台灣炒作房產最大的妖孽的集中所在 所以我們待會要用造妖鏡 讓這樣的一個真相來現行 他們是內政部建商署 他們根本是內政部建商署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幫建商服務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炒房炒地皮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幫建商服務 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炒房炒地皮 這才是台灣的真相 這才是營建署的真相 這才是我們真的要討論的 他們的回應其實今天主要 他們的回應基本上是沒有針對五大訴求 來整體性回應 都是一些個別的偏重 剛剛談過他們講說他們要蓋合一住宅 可是我們講過了 他合一住宅是騙人的 他們說他們要多發租金補貼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他的租金補貼跟變形寵一樣 只有選舉前的那一年會發比較多而已 然後他又說他要來用租屋平台 我們告訴大家 他做了一年的成績 全國只做了事件 如何來解決台灣的租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是用很 雞毛算品零星的事情來回應我們一個 比較大的整體性的發問 我覺得這就是營建署 他們根本完全無心 而且我覺得完全無能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建商署 104 夜宿仁愛入 104 夜宿仁愛入